作品《周遂回戰第二季》 大家好,歡迎收看《Muchrophy》 今天我們說的作品是《周遂回戰第二季》 由於接下來的內容一部劇透 所以,看完這部作品之後 才回來看這部影片 但一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支持 可以透過成為會員和Superfans 好,我們正式開始 今次《周遂回戰第二季》 總共分為兩個編章 分別是《華佑玉節編》和《洩谷視編編》 《華佑玉節編》總共有5集 17月6日到8月3日 8月10日會有《閒話前編》 內容為5集《華佑玉節編》 加上《周遂回戰令》的載編輯內容 而8月17日《閒話後編》 就會是動畫第一季 加上新畫面的載編輯內容 之後8月31日會開始播出 大概有17集的《洩谷視編編》 《華佑玉節編》的背景 始於《五條五》的學生時代 以回憶的方式 《閒話五條五》和他的自有《夏佑玉節》 經歷保護星章太一事之後 兩人的理念開始產生變化 最終兩人決定分道揚標 選擇兩條自然不同的道路 然後在12年後 2017年12月24日《夏佑玉節》 發動《白龜夜行》 亦即劇場版《周遂回戰令》的內容 最終《夏佑玉節》 被月龜優泰打敗 被《五條五》親手了結 所謂《華佑玉節編》 發生起 被前傳《周遂回戰令》更早的時間 《周遂回戰第二季》 第一次二集講述 擁有不死宗室的千年宗術師天元 因為日戰衰老 所以要與合適的人類身體 聲張體同化 這個儀式 每五百年都要進行一次 因為一旦他沒有與聲張體同化 老化到一定程度的他 宗術就會試圖重新打造肉體 並終於成為神 但他可能會因此 成為人類的敵人 尤其是宗術高主二年級的學生 《五條五》和夏佑玉節 就被天元大人親自點名 他們理行保護聲張體 亦即是人類女子天內離子的任務 但有兩派人打算暗殺天內離子 希望天元大人失控 企圖顛覆現金奏術界 的益主師組織 以及信仰 並崇拜天元大人的宗教團體 盤聖甲 盤聖甲 因為不希望聲張體 這種不純物 混入天元大人當中 於是就暗地收買了 有術師殺手之稱的 復合聖耳 亦即是第一季主角之一的復合位的老闆 而他之所以被青雲術師殺手 是因為天羽作博的關係 他先天武咒力 但他擁有強大的弱體 和超強的運動天虎 只不過和第一位學者 禅元真希不同的是 禅元真希是擁有普通人水中的咒力 但甚二的咒力是零 所以就術師無法感知他的咒力 同時在開始 當他們前往天內離子的所在地時 就被組織Q突襲 當區的最強戰力 被五條五輕鬆打敗 於是復合聖耳 就沿同天內離子 打算消耗兩人的體力 但在頭兩集的內容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學生時期的五條五 政界比較自大 患世不公 認為照顧弱者很麻煩 相反夏猶劫就比較穩重 更認為強者應該保護弱者 就術是為了保護非就術師而存在 他們的想法明明在之下互換 而這次的任務就是導火線 那為何在這件事之後 夏猶劫的心態會發生重大轉變 由保護弱者 變成殺死弱者 至於復合聖耳 可否成功打敗五條五呢? 周襲迴戰第二季 第三至五集講述 五條五和夏猶劫很不容易完成任務 到達高尊 但下一秒 復刻聖耳突然出現 並偷襲 剛剛解開無限限述式的五條五 畢哥五條五 就被復刻聖耳殺死 夏猶劫就被打敗 天內利智也被殺死 但當復刻聖耳 將天內利智的屍體 交給盆星教的時候 本來應該死去的五條五突然出現 原來他臨死前 可惜反轉述式 從而令自己復活 最後他透過發動黑 結合倉 組成紙 殺死甚矣 在英國這件事後 哈猶劫的信念 開始發生動搖 尤其是 當他與另一個特級咒術師 九十九猶劫的對話之後 就問心 將所有非咒術師 全部殺死的念頭 最後 當他一次執行任務期間 因為目睹有兩個咒術師少女 被村民虐待 於是他又將所有村民殺死 並本來咒術高專 成為本身教的教主 自此後 兩人分到楊彪 夏猶劫 決心創造出 只有鬥術師的世界 而五條五 就是希望培育生存 容易改變腐敗的鬥術界 《華盧獄》製片 《無夜鬥術》回展中 比較重要的篇章 一來講述夏猶劫和五條五 竟然分到楊彪 除此打出劇場版的內容 以及之後的 有人假白夏猶劫 還要對付五條五 以來《華盧獄》製片 令五條五 正式成為戰力天花版 《至上天下》 為他獨尊 雖然在這五集的《狼狼》裏面 講述夏猶劫墮落的部分 就比較少 就是在最後輕輕大過 單距離的部分 都看得出 MAPA 將心盡力 將它改編 只能夠說 不愧是MAPA生生仔 教理的巨人 就沒有這些待遇 明明可以將結局 應成劇場版賺錢 但他們偏偏就不足 將最後一季的第三部分 分成前後兩篇 然後還要分開播放 就是這樣 十年前爆紅的《襲擊的巨人》 在MAPA的謎詞操作下 除了什麼好大機會 只會默默完結 錯失在電影院上映 可以令作品再次爆紅的機會 只能說 親生和領養的待遇 真的差很遠 至於《蝕谷事變篇》 將會在8月11日上映 因為MAPA 可以繼續保持質量 而上次今期 演問簡平的內容 如果想想更多 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出去 還要Follow我的IG 你們支持 絕對下集影片的盡力動力 這裡是MOOTrophy 我們下次再見